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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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紀工業撐起了香港的經濟 近一半打工仔從事製造業 當年不少香港製造經典的產品 相信大家在家裡都曾經擁有過 70年代經濟起飛 香港開始有東方之珠 舊物天堂的美譽 隨著工業衰落 經濟都要開始轉型 服務業、旅遊業 當然不少得是金融、地產業 百業輕衰 已經卸入了香港半世紀的歷史一面 講香港工業 就要由造船業講起了 一位世界最美麗的船 英籍時期 香港成為自由港 很多軍艦、商船來到 不時都需要維修保養 造船業就應運而生 算是香港最早起步的工業 則如沖的太古船奧 和紅磡的黃埔船奧 由規模來說 是當年亞洲最大 而戰過後 香港造船業最蓬勃 近萬個工人從事這一行 佔當年全港勞工近兩成 國共內戰令到大批內地人 逃難來到香港 有廉價勞工 也有來自上海的企業家和工業家 他們帶著錢、技術和機器 後來再爆發寒戰 聯合國對中國大陸實施禁運 令到一向依靠轉口貿易的香港 必須轉型 走上工業化的路 其中以紡織製衣業 成為本港製造業的龍頭 就帶大家看一場 六十年代香港時裝節的花生素 漂亮嗎? 型不型? 優不優雅呢? 不是說一些無特兒 而是他們穿著的香港時裝 當年本港紡織製衣業 已經採用先進設備 兼且一條龍生產 飄染、紡紗、製衣 痛痛到有工廠 車位類工多 但主要部門其實很多都是男工 有些財廠、紙養師傅 我們在車上不停 車子很燙 燙得那間針一斷 斷了一段 彈到你的手 那一段立刻起泊 車是出煙的 房織製衣業越做越厲害 70年代佔了 香港工業總銷量的一半 出口量更加是全球第一 當時是這個行業 一間公司 可能你做開 每一年的生產量是多少 它就給了一個壓力 所以當時有些廠 做不完工廠 就炒給別人 還是賣工廠、炒工廠 它都可以 不用做也可以 除了製衣 塑膠業也急速發展 成為第二大工業 家家戶戶必備的塑膠產品 例如是膠水桶 70年代 製水的時候 就最常出動了 又看看這三兄弟拿著些甚麼 不是公事包 有個超現實的名字 太空行 當年廣告宣傳 跌不爛、踩不扁 可以當椅子般坐 下雨又不會入水 是70年代小學生的潮物 除了這些香港人自己用的產品 外國入口的塑膠玩具 其實很多都是香港製造的 玩具業發展得這麼快 主要是因為香港的工資 仍然比較低 好像這個超人公仔 在香港製造的成本 大概是10元左右 但如果在日本製造 就要14、5元 七、八十年代 香港玩具出口全球第一 除了塑膠玩具 還有在80年代 風美全球的椰菜娃娃 外國品牌設計 香港生產 如果這個扁備公仔 是由本地的設計家來設計 你猜會不會買得這麼好 如果扁備公仔是香港設計的 而由香港自己去推銷 我想數字不會很大 主要就是外國人對香港 香港的設計 沒有這麼大的信心 當然不可以不提電子業了 60年代的工人 還在裝陷大牛龜電視機 還有原子粒收音機 到70年代 就已經進軍高科技產業 這個電路板的大小 大概是差不多的 電路板將會運到外國 放進一個微型電腦裡操作 這個呢 現在我所看到的這部電話收音機 就是被譽為本港製品 前所未有的複雜電腦產品 這個這麼複雜的電腦商品 由它的設計 以至到整個製造過程都在香港完成 聽不懂甚麼是電話收音機 不要緊 電子錶一定知道了吧 在一剎那之間 香港已經有三百多間的電子中錶廠 建立起來了 簡單說 由五、六十年代開始 香港工業百花齊放 浸織廠 五金廠 襲衫廠 遮廠 電器廠 糖池廠 油漆廠 塗池廠 染廠 真是數都數不完 當年如果工廠接了太多訂單 做不完的話 就會外判給山寨廠 例如是穿膠花或做膠拖鞋 一家人加幾個工人 家庭式經營 砌身糖樓 遮屋或洗字大廈 做傳統工藝的都有 奉行師徒制 學師仔只得十幾歲 山寨廠出品的象牙雕刻 絕不欺詳 工具或簡陋一些 但師傅手藝精湛 肉器首飾和工藝品 都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另一些厭惡性山寨工業 就多數在新界的農地設廠 例如牛皮廠 環境絕對不舒服 廠家都艱苦經營 通過合勤 或者大家互相幫助 能夠開一間比較規模小的廠 就大家 你連我都知道 大家一起做 到了七十年代 政府開始規範工業發展 很多山寨廠獲得安置上樓 搬進去政府的多層式工廠大廈 但好像牛皮廠 和某些特殊工業 就只有現金補償 沒有廠可以搬 現在面臨的困境就是 因為這些工業不可以在普通廠房 又不可以在市場上競爭 取得土地興建他們的自己工廠 如果沒有這些工業 其他行業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經營工業面對不少困難 但也換來量例成績單 七十年代是製造業的全盛時期 佔本地生產總值三成 就業人數佔全港四成半 香港製造的品牌 開始打入國際舞台 為了推動香港人支持本地工業 工展會由五十年代開始 提出香港人用香港貨的口號 當年去工展會 可以說一次過見識香港的工業產品 例如是紅A 鱷魚書 白花油等等 逛逛 看看 買些東西 再欣賞工展會夜晚的危紅燈飾 是很多香港人的聖誕和新年節目 不過在灣仔新田地 搞完第三十一屆工展會之後 廠商會就決定不搞了 理由是政府不肯批出永久的場地 事隔二十一年 去到一九九四年 工展會回來了 但由室外移私到灣仔會展的室內 昔日的白花油攤位變成這樣 推銷手法都不同了 告訴別人萬應萬靈 讓人都可以 我們不會說一件事 一定要讓消費者知道 在產品內 是有甚麼成分 每一個成分有甚麼用途 因為教學水平高了 不能再騙人 由五十年代 開始舉辦的工展小姐選舉 至於宣揚婦女 在工業界的付出 去到九十年代 他們改為幫忙 推銷高檔珠寶首飾 和高級時裝 工展會的性質都不同了 由賣工業產品變成高檔商品 連外國的車都有 不發展勞工密集 這些我們搬很多去大陸 其他東南亞地方 但香港本身都要發展一些 比較高品質高科技的產品 1998年在天馬南露天舉行 回到戶外 工展會反映出香港工業的衰落 製造業經濟貢獻大不如前 香港有靠甚麼行業繼續繁榮呢 下一節再說 飛越港九新界 滑過維港上空 再在獅子山下降落 歡迎來到六十年代的香港 機場不是赤立國家 而是在啟德 乘客一落機就已經在市區了 當年搭得飛機的飛庫則貴 他們沒有份來揮手歡迎一下 算是參與了 六十年代工業帶動香港經濟發展 社會進步 越來越多外國人來香港 機場的入境大堂經常都逼滿人 早在一九六四年 政府已經用東方之珠來推廣香港 當年中國限制外地遊客入境 香港就成為西方人探索東方的一線門戶 當時六十年代拍了很多戲 比如說《生死戀》 《蘇斯王的世界》 還有《江湖客》 這些都是由很出名的美國演員 他們來香港拍的 所以他們對香港的文化 和背景非常有興趣 又有一艘豪華大遊船來到香港 怕搭飛機? 坐船一樣可以來到香港 1966年海運大廈開幕 是香港第一個郵輪碼頭 童年訪港旅客也突破五十萬 但第二年發生六七暴動 港英政府擔心客到旅客不敢來 推出了不少宣傳片 香港週末日,1967年 一個時刻讓民間展現世界 無非都想告訴大家 香港是一個安全的旅遊城市 一片過無聲平 七十年代,港府繼續宣傳攻勢 香港更享有救物天堂美語 相機、手飾、肉器和衣料 都是遊客的心頭號 香港島當時會多些 因為他們沒什麼時間 他們只掛著買東西 他們很喜歡買珠寶 和很喜歡做衣服 就是來香港玩上海櫃房 做西裝 遊客一年比一年多 尤其是日本人 高峰期時佔訪港旅客總數兩成半 成為香港最大的客源 是紅色的 七十年代,日本經濟強健 日本人經常出去玩 除了他們 來到香港的 還有日資百貨公司 例如大院在銅鑼灣開張 走中高檔路線 後來重辦屋 三月也加入戰場 有沒有覺得當年的同記 有點像新宿街頭 難怪曾經被人稱為小東京 當年日資百貨帶來無限新鮮感 和百年老店先師永安 或者以便宜取勝的國貨公司 比較起來風格截然不同 例如這些食物 日本限定的 小朋友都看到眼晴晴 日資公司紅霸香港百貨業 但當年也有本地僵殺出重圍 大大公司 做到最大時有七間店 而且有一些創鮮河的優惠 從星期一八至一天 當時在香港的百貨業裡 是一個先驅者 其他的公司 例如永安或者千師 他們都跟著這個風氣搞折口 百貨業鬥得激烈 充滿起伏 1984年 再有日資公司登陸香港 八百半在沙田開業 不過大大就來到 做不成大佬的一天 八十年代初 香港出現前途談判的信心危機 大大最終在1986年 因為負債被銀行清盤 結業清貨時 你又是否其中一個人 大家上下電帳 負債人透露很多貨 你們不用迫的 一定買到的 裡面很多貨慢慢來 大大離場 八百半就繼續擴張 進佔屯門、荃灣、元朗等等的地區 滿足救物獄 七、八十年代 零售使道暢旺 配合旅遊業發展 香港的經濟架構 越來越側重服務性行業 反觀曾經是本港經濟引擎的工業 就逐步退色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 很多工廠不移 第一,香港工人的工資 比輪廣的國家高三倍 還有香港的地貴四倍 甚至五、六倍 有不少廠房在這個年代結業 例如這間華僑沙廠 留下了上千個失業的工人 事前一點都沒有通知 只是說端午節放假一天 突然我們日後回來 上班已經全部搬了廠 不少工業家轉投地產行業 好像李嘉誠 經常在土地泡賣會出現 一口價一千萬元太多 後來感到一百萬元就合理 交投活躍,進一步推動地產 香港亦開始興起炒樓 最早掀起排隊買樓熱的 要數薄芙林的智庫花園 七、六年登賣樓廣告 每呎平均250元 四百多個單位吸引了四千多人排隊 有閒錢,除了逛街消費 香港人更喜歡投資 是升、是跌 無論是今日還是當年 股市都牽動著不少人的神經 早期的證券交易所 桌上擺滿電話 一響一聽 出事代表就九秒九 跑到黑板上下盤 沒有電腦,全人受操控 七十年代初 港股進入第一次大時代 不少人靠炒股 令到身家翻了幾轉 睡醒格多了一層樓 睡多兩天多了一層樓 回到負財場,市一開就起 每個不知老闆 那時開始 市越來越瘋狂 結果到七三年 發生本港最大規模股災 衡生指數由高位一千七百幾點 大約一年時間 就跌到一百五十點 累積下跌九成 經過大跌市之後 政府有鑑於 對四間證券交易所的監管不夠 要求四會合併 亦都在差不多時期 交易所出市代表 都穿上紅色背心 方便識別 從此他們多了個別名 紅三仔 到1986年 四會正式合併 聯合交易所開始運作 這個新的會所 能夠帶來 我們在外國的名譽好很多 而且我們還有很多要做的事 例如集體交修 還有第二市場 各方面都可以進行 是比較順利很多的 不過好景不償 1987年10月 發生黑色星期一環球股災 紐約股市大跌 牽連港股急射 聯交所歷史性宣布停市四天 我認為今天香港停市 是一件好事 讓大家都有機會冷靜一下 看清楚周圍的基本因素 而不是一種衝動 盲目去投資 而政府越干越 所以其實它是越弊的 產生的恐懼性更大 全世界都沒有停市 在香港停市 有外國記者質疑 時任聯交所主席李福少 是因為私人利益而停市 你所說的 看,這是不斷 我告訴你 你的名字 我希望我的委員會 我會判斷你 再過十年 來到1997年 港股又在面臨考驗 在回歸的一兩年 香港的工商百業 迎來不少轉變 暫時未能夠接觸到 白白叛方便 對申請清判一時 作出回應 尤其是最後一班 這屆就最後一班了 好可憐 曾記載,有一個曾記載 再見,太太,謝謝 回歸之後 內地對香港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 2003年沙士之後 港府開放內地自由行 香港經濟開始復甦 2007年 中央政府計劃實施港股直通車的消息 令恆子衝上31,000多點的歷史高位 3、2、1 到2014年和2016年 又分別開通互港通和深港通 令香港人對股市充滿憧憬 2017年 內地訪港人次超過4,400萬 佔整體訪港旅客7,6% 但內地人迫爆香港 又為港人帶來不少煩惱 港股近期履創歷史新高 而服務業占了本地生產總值超過9成 再看幾十年前輕旺的製造業 只剩下大約1% 當年的工業區 好像九龍灣和觀塘一樣 隨著經濟轉型 已經變成雙下臨立的核心商業區 由著重工業走到今日的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人從中建立了一套中環價值 和獅子山精神一樣 是香港人拼搏的象徵 下一集再和大家看看香港的教育和醫療 上世紀走過怎樣的路 我們在你應該會唱《宮城》 在不見時一點 你應該會唱《宮城》 然後我應該會唱《宮城》 在不要包含你 我應該會唱《宮城》 你就和隨著旅行 不要包含你 你應該會唱《宮城》